机器人自己搭电梯上楼 把水送到住客房门 从台中起家的无人旅馆 敦迁国际 疫情期间逆势扩大版图 三年内接手四十家旅店 从旅宿业后段班 机身领先群 目前敦迁旗下品牌经营模式 会根据场域与品牌定位区分 此次也将全面推动旗下的旅馆 朝智能化发展 目前敦迁旗下有十四个不同品牌 全台共四十四家旅馆 房间规模从原本少少的六十三间 扩充到三千两百间 而背后推手之一就是他 面对镜头总是一贯腼腆笑容 他是网品集团董事长戴胜义长子戴东杰 今年三十九岁没接家业 反而在九年前自行创业 开启平价旅店 疫情之下想要导入智能入住系统 而找上敦迁创办人吴炳廷 两人一拍即合成为合作伙伴 而今年让敦迁一战成名的 就是接手阳明山中国荔枝饭店 甚至还让业者愿意点头出资 今年九月还把智能技术输出到日本 有望解决日本旅馆业缺功问题 台湾是科技之道 但是很多东西却整合不起来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东西整合在一起 一场疫情让旅馆业大洗牌 敦迁在谷底扩充市站 终于等到疫后复苏潮 展现成为智能旅馆企图星 三七星宗一块李孟山台北报道